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很多人看不懂現代舞 甚至一輩子沒有看過一場完整的舞蹈 有一群熱血舞蹈家 他們每年夏天都會進行一趟舞蹈的旅行 到全臺灣各鄉鎮去跳舞 給大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舒逸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要进行每年夏天的舞蹈旅程 为什么 为什么 当年会发起这个活动的缘起是什么 缘起就是想要跳舞给更多人看 就是有一个 因为当初这个作品其实是在剧场的版本 07年的时候在台湾是编给 里面这个作品一个主要的舞者 叫做林佑如 那她的研究所 研究所的一个毕业演出 那我就想重做这个玻璃录的这个作品 然后做完之后就 这个作品就演完了 就随着她的演出演完了 那我在09年出国驻村的时候 我就带着 带着一个作品的DVD 在身上 我那时候想说 好 我要出去一阵子 那有哪些作品我想带在身上 然后也许有时候可以看啦 你是出国去驻村 对 出国去驻村 大概一年半多的时间 所以我想带着一些东西 其中就带了这个作品 后来就遇到了伦敦有一个比赛 结果就把这个剪接一下 就送去 然后最后得奖 所以得奖完之后就 回来台湾就没地方演嘛 应该是说没有经验 你也没有做一个舞团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说 租一个剧场等等的一些游戏规则 可是你就有一个冲动 觉得说 他刚演完 他应该要怎么样可以 让更多人看这样子 后来就觉得说 好 那我们就上街跳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 我觉得是一个蛮傻的一个开始 就是没有经验 我也没有场地 我干脆上街头跳给你看这样子 就想要遇到很多 我就觉得说 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让更多人看见这个舞 后来觉得 那时候就遇到那个板桥车站 有一个新北市的环境剧场的一个节 那就因为那个契机 所以他们问说 我有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在户外演出 其实我就想 那时候我们刚从纽约 伦敦跟纽约回来 我就想那就干脆就 我们就去车站演吧 对 所以演了之后 演了之后就有很多的声音啊 可能有很多的阿公阿嬷 大家就有一些回想 然后才促使就是说 好 我们要做一个舞蹈旅行计划 所以11年才正式开始 这个想法真的还蛮大胆的耶 因为其实过去大家看到现代舞 或者是你们过去演出的场地 都是在剧院里面 有灯光影响舞蹈的地板 对 一切都是齐备的 然后观众是买了票进来 对 这好重要 我刚刚看到这个其实 户外场地应该是很辛苦的 所以那个时候 发起这样子的活动 两位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加入了呢 孝池是在10年就加入了啊 就是去纽约那一次 对对对 所以这个作品得奖之后 后来就 就找他来学这个作品 所以他基本上呢 只有安稳地在剧场演过一次之后 记得就开始刻苦地开始 这样 所以他跟着在这个 留房了 对啊 跟着这个舞蹈旅行计划 也旅行了好多年了 对对对 那修宇呢 我就是因为那时候 大学的毕业制作 然后我们就请到周先生 就是参与我们的毕业制作 然后所以我们就跳了这个的剧场版 对 然后后来同一年 然后他就要 然后就送给我们一个冰单这样 然后我就说好 冰单这样 冰单这样 就决定我要加入 对 一个冰单这样 好 那我要吃这个夏令营 然后就加入了 对 我们刚刚其实影片一开始 我觉得那个好有趣 舞者们互相鼓励大家的方式 不是那个 那种每一个人这样把手拿出来 你们是把脚举起来 对 因为我们手必须要 把大家靠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好动用我们的脚这样 对 几乎每次都这样 不管在剧场还是在户外 我们的加油都是 都是把脚举起来 对 这个舞蹈其实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户外的演出 奔放然后很有生命力 那个其实我对于那个舞衣非常好奇 那个服装好像特别复古吗 对 但是现在的版本 其实已经是比较新的版本了 对 比较现代了 我当初第一年看到的时候 它是还蛮复古的衣服 对 最早在07年的那个版本 然后一路到第一次在车站演出 那些衣服都 因为我们有一个冬季版嘛 所以其实以前在剧场的时候 有一个很厚重的冬装 那些都是像早期复古的套装 但那些衣服其实是在07年排这个舞的时候 我就想说 因为那时候我没有服装设计 有一个念头 觉得这个衣服好像要从哪里来 后来我就回了一趟我妈妈的家乡 在那个台南后币乡 那我就自己搭车回去了后币乡 我也没跟她讲 打开衣橱 然后就把所有的衣服就拿出来 然后里面就有 其中里面有两大红色的皮箱 然后那个皮箱基本上看不出是红色了 就是都是灰尘 就是厚厚的这样 结果打开之后就是 第一个版本1875这些衣服 那些红色的 大红色的砖红色的鲜黄色的套装 然后后来它里面 你挖到宝了 对 然后就觉得 妈妈的复古衣这样 妈妈当初19 20岁青春年华 我觉得蛮印象深刻的 然后就突然觉得说 应该就是穿这个 我就直接寄回去台北 所以那时候第一个版本的舞者身上穿的衣服 是你妈妈年轻的时候的衣服 还有很多吧 舅妈什么的 那接着后来一直延伸出去就变成是 可能舞者的妈妈什么的 大家也都会捐那个衣服 他们自己年轻的时候衣服来 对 因为早期的衣服是很纯的颜色 对 就是不像现在有这么多 这样子 那以前的颜色就好像很单纯吧 很有朝气 他们也很大胆 全身橘 全身红都敢穿上去 对 可能是因为在户外 所以大家心情都是蛮轻松的 所以民众也不会很拘谨 有人会想要跟你们一起跳吗 加入这个舞蹈 目前还没有耶 小朋友啦 对 小朋友就会跟着在那边跟你讲话 我们在叫 叫完 然后他们就 啊 然后 他也会跟着叫 对 他也跟着我们一起叫